见普洁已经完成了离婚的手续 身在日本的本庄凡开始了行动 他物色起了普洁的日本新娘人选 原本本庄凡打算给普洁找一位皇族血统的公主 但是日本皇室的法典不允许 于是他只有在仅次于皇族的公亲贵族女子中挑选 在一堆贵族姑娘的照片中 本庄凡最后选中了挫娥家族的小姐挫娥浩 挫娥浩这一年二十三岁 当时正在女子学习院学画画 挫娥浩家族属于剧本公亲贵族 地位上仅次于皇族 挫娥家与天皇还有着血缘关系 并且来往极其密切 但是关东军的安排 在整个挫娥家族引发了轩然大波 所有的人都反对这门情事 特别是挫娥浩的祖母南加子 他坚决反对将心爱的孙女远嫁东北 可是碍于这是军部的意思 挫娥家族也不能直接拒绝 这个时候极刚安直想了个办法 就是让两人都先看看对方的照片 顾杰军 本庄凡司令终于为你挑选了妻子人选 冤门司令想在皇室血统的女子中 给你挑选一位公主 可是有碍于皇室法典不允许 最终为你在公秦贵族的女子中挑选了一位小姐 司令实在是太费心了 现如今我忙于血液 实在无心者而女私情 我知道浦杰军也是皇室后裔 自然对陈坤对象要求也不低 今天我特意带来了这位女子的照片 你可以先看看 这位是 这可是挫娥家族的千金 名叫挫娥浩 她不仅长得漂亮 家族背景也是绝对配得上一普洁军的 你还不知道 挫娥家族在日本仅次于皇族的 可以说是非常尊贵的 挫娥浩 原本挫娥家族是不太同意这门亲事的 尤其这位小姐的祖母 一开始十分反对 她不舍得自己孙女远嫁到中国 本庄凡司令以军部的命令不能违抗 才好不容易 是他们家同意这门亲事的 你觉得如何 普洁看见照片中的挫娥浩 温文尔雅 美丽贤尽 外貌有点像当时她很崇拜的 宝中戏长里最红的明星 草迪梅子 她有点心动 便点了点头 表示满意 剑字 吉刚安职又拿出普洁的照片给挫娥浩 当时 吉刚安职的心情非常坠坠不安 生怕挫娥家看完照片就不同意 没想到 挫娥浩看完照片 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普洁 温和安详 五官端正 眼镜后面的眼睛 聪慧而明亮 与其说像个军人 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者 她觉得放心 也表示满意 见此 吉刚安职很快就安排两人相亲 相亲的地点 选在了冰口号的外祖父荣所的家里 那天普洁穿了一身笔品的军服 来到荣所家时 还突然发现大厅门口 有一对大型的锦太兰狮子 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 她认出这是遗和园内的东西 后来她进入家中 便变得有些拘谨 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 正经危坐 没有什么话说 普洁看见祖浩 穿着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 比在照片上看到的 更显得有美动人 祖浩对普洁也很有好感 之前强烈反对的崇尔浩主母 南家子 在见到普洁后也非常满意 总之 这次相亲 三方均表示满意 此时的普洁已经将日本人的阴谋抛在了脑后 当本庄凡问普洁对崇尔浩印象如何时 他竟然说了两个字 很好 本庄凡听后立刻将普洁的看法传达给了崇尔浩的家人 而崇尔浩一家对普洁的看法也不错 认为他兵兵有礼 同匹天人 而当本庄凡问崇尔浩的看法时 他羞得是蓝脸通红地只说了一句 一切都拜托了 普洁和崇尔浩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很快的两人就进入到了定婚阶段 1937年4月3日 普洁与崇浩在东京盲婚 婚礼由本庄凡夫妇主持 普洁十年三十岁 崇浩二十三岁 日本皇族竹田公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 从时间看 两人结婚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婚礼后 普洁夫妇就开始了围棋一周的蜜月旅行 之后才回到东京 普洁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 离他上学的步兵学校很近 那是一栋朝阳的日式建筑 正在沿下可以展望秀土一带的大阳 风景秀里面 那段时光成了普洁和崇尔浩一生中最美的回忆